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强谷怎么样 首先是三血 然后有一定的防御剂 斜木是吧 多多少少算一个防御剂 虽然防御能力一般 斜木只能选择势力 如果我们处在多个势力的包围中 它的防御力就比较坑了 是吧 这个时候我们给自己搞了一个鼠势力 我们就比较害怕张飞把我们暴死 我不知道张飞是什么想法 我们先保护一下自己 如果张飞 张飞很有可能是自己人 是吧 毕竟远为张飞嘛 但是旁边的魏国的邓爱 还有吴国的二章 如果是敌对势力的话 我们斜木至少可以保护一下 但是我们只能防止其中一个势力 邓爱或者二章 吴国或者是魏国对我们干坏事 说黑色的杀或者黑警囊 好 但是那个另外一个技能 蓝蛮就这个时候用 其他角色打出杀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杀拿吧 别人觉得打出杀都被我们收了 我们自己出了杀是不能收回来的 是吧 这时候蓝蛮我们出一个杀 然后这个打出和使用的这个概念 这个稍微跟大家说一下 那个一般用杀来砍别人的属于使用啊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蓝蛮的 只有在蓝蛮和决斗中 那个出了杀 那就要打出的杀 是吧 这个跟那个孙策的这个激昂正好是相反 那个孙策的激昂是那个使用杀的时候才能用啊 这个打出杀的时候不能用 就决斗的时候决斗可以激昂一下 但决斗的时候你出红杀的孙策是没法再摸牌的 好 我们看张飞跳了个钟 好像是邓爱无蟹这个张飞跳了个反 好 我们看左辞跳了个反 好 我们看左辞跳了个反 好 这个我在知乎上回答说了啊 这个马良总理来说比较弱 这个辣蛮的收益达不到每合一收益啊 就是个三血匠 然后虽然有防御及那个邪幕的防御又比较又比较 差 是吧 但是他唯一我当时说提到的是 他在当刘备和这个刘散的忠诚的时候是有发挥的 就是因为激将 是吧 你看我们收了这么一堆杀 怎么用呢 可能有一张杀 可能用到自己的那个邪幕上面 是吧 再有多了杀 那就只能是那个来 那个只能弃掉了 但是有小胖子跟刘备在就不一样了 他们可以激将 我们的多余的杀可以为他们所用 好 这时候这个比如开分城啊 这是反贼对主公一顿猛搞 主公瞬间一血了啊 然后还会被这个主公给决斗 决斗一下 是吧 那个会还会把主公决斗一下 希望我们有个桃把主公捞起 我们弃牌的时候直接把这个二张吭死了 结果发现二张是内奸男了 看来这个郭怀也是反贼了 是吧 就会陷入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啊 这个这局面不但是人数上是劣势 主公还是奄奄一息的状态状态 是吧 然后看我们这回怎么怎么个利息法 好 这个邓爱一顿猛搞好像没有杀 是吧 虽然有杖八 然后他他他可能舍不得把自己杖八伤身排排排出血刀 我们就把这个杖八抢过来 我们现在要进攻 必须那个拉一个武器啊 这个邓爱这个囤的田 我们就不管那么多了 好 我们这时候给自己邪目了一个位啊 那个邓爱如果用黑田来送我们的话 哎果然邓爱只有一个唯一的黑田 如果好 他先说这个这个决斗 郭怀找这个小胖决斗 我们直接用杖八把两个牌抬出去 然后就可以收回来 是吧 然后郭怀还继续出杀 我们再继续继续那个给那个响应激将 继续把这个杀收回来 郭怀出的杀越多 他损失就越大 是吧 他是不可能赢的 我们这个 这个马来号称决斗不败啊 好 虽然这个辣蛮说过 自己打出的杀是不能收的啊 但是这是激将 激将 我们打出的杀 视为小胖打出了杀啊 那个大家可以读这个激将的技能啊 那个需要打出那个使用杀的时候 其他的属实力角色可以选择那个屁里来打出使用 这打出之后视为是小胖出的啊 这也是其他角色的 所以我们当时这个杖八是神器 是吧 两张牌当杀 那个那个响应这个激将 出过去再收回来啊 永远 那个牌不少 是吧 好 但是这时候看到我们的桃子不够用吧 这个反截的活力 还是那个过于暴力 是吧 还好这个张飞啊 虽然站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没干什么事啊 但是他手上替主公存的桃子还是不错 好 我们就来了一个神蓝门啊 这个蓝门 开不去不要怕主公医血 是吧 让张飞出个杀 我们把他拉完拉过来 好 我们看左子死不死得了 灯爱很有可能是有桃子啊 我们刚才说过 灯爱那个杖八是舍不得拍出去的 肯定是有桃子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主公是肯定死不了 这一个激将 我们打出去还是可以收回来啊 因为这个杀是主公打的 是吧 好 当然我就这时候就让我说的啊 杀 有那个一张两张就可以了啊 那个但是再多了杀就没什么用了 好 这时候我们那个灯爱用黑 黑田顺我们啊 用黑的冰凉春断 冰我们这瞬间就让我们摸了N多牌 是吧 我是说灯爱为什么不拼主公 原来还有一张 冰两 舍不得气啊 结果那个冰了我们就结果相当于我们没有损失 是吧 你冰我们就让我们少摸两张 但是冰的同时 我们直接一个邪目就摸两张 好 这个砍下去 灯爱这个桃子还真多呀 这个这个果然不会是中桃子的人 是吧 你看我们这个手牌利用率还是挺高的 这一把又不弃牌过啊 又多了杀 又邪目了一个位 我们再看灯爱又是一张黑田啊 待会他再顺我们 我们又又是不怕的啊 不过我们现在依然担心的是主公的命啊 但是主公又是一个一血零牌被 然后这个李如是稳定的可以决策主公一体血啊 如果自己在那个李如摸一张杀一张基本牌的话 又要杀主公一体血 是吧 然后这个灯爱还要再动 如果他又摸了杀基本牌的话 主公又要搞一体血 这一下子主公 哎好 这个李如这个猜了 看来是没法杀这个小胖了啊 估计要决策一下 这样的话至少要求两个桃 我们手上有一个桃 希望张飞还要游一下 好 我们看小胖果然被冰啊 干不了事 看灯爱 他这个激将没法 我们杖八神器已经没了 是吧 当然他激将打的事也是腾甲 其实有杖八也是没用 哇 这是个九杀呀 这下子伤了 我们只能看飞鸽了 大飞鸽那个就坐在这个位置啊 基本上没有怎么砍过人啊 手上看来全抓的是桃子啊 这一下子那个我们给主公出了两三个桃 是吧 然后飞鸽现在可以主公出了三个桃 是吧 我们给主公出了几个桃 忘记数了啊 这个刘善这简直就是一个西桃的一个机器 是吧 好 我们终于那个把反贼的桃子炸光了啊 同时我们自己也摸了很多桃 收了反贼之后又来了一个神奇的武器 加一张火杀 延续又暴死了李儒 是吧 剩下的那个我们依然没有赢啊 毕竟这两个反贼还是比较健康 比较干掉他们 还是不容易的啊 这个火宫啊 鬼把它搞了一群 但是啊 这个他只要不死 会对主公出一个杀的话 好 我们张飞啊 这个张大将军终于给力了啊 这个又破了腾甲 这个腾甲没有给张飞造成很大的困扰 是吧 好 那现在依然没有赢啊 我们就只能看张飞手上有几个桃子 我们手上是一桃都没有啊 一桃都没有 我们看看 好 这个咦 灯岸还要送我们 哎呦 我们的那个可惜还是没有桃啊 灯岸也断杀了 哎呀 这个不错 这个神蓝蛮 这就是作为我们的马良啊 这个完全不怕这个蓝蛮打死医学主公啊 张飞这个无蟹是可以的 他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杀 是吧 我们现在又没有张八 万一我们没杀那个张飞那个不打这个无蟹主公 可能就去了 是吧 好 他只有多余的无蟹打一下 没什么关系 好 我们这个张大将军啊 这个这张这把没有张大将军 我们也是保不住主公的 这主公毕竟实在是太脆了 这个西桃子的能力太强了 是吧 但是可以看这把我们的马良的邪木跟蓝蛮这两个技能发挥的相当的漂亮 尤其是那个 郭怀决斗这个这个刘三的时候直接砸脚 是吧 我们号称决斗不败啊 我们只要手上有只要有杀的话 基本上决斗是不败的 以前马良是转化了杀是不能拿 现在已经可以拿了 是吧 张八拍出去两张牌都可以拿 但是如果决斗赵云关羽这样的人还是有可能输的 如果我们手上杀不过多 赵云关羽用什么伞啊 什么什么红伞电啊 红装备的来当杀给我们决斗 我们虽然可以拿 但是我们不能从把它变成杀再拍回去 是吧 所以决斗赵云关羽是还是有可能输的啊 决斗什么其他的什么神将叫陆逊 张春华 什么朱尔克 这也是不可能输的啊 即使他们那个靠排队摸了杀 但是他们打出杀 我们都可以收收过来再拍回去 是吧 不管你拿多少伤杀 我们照样卢素给你拍回去 好 我们看这第一局这个马良这个忠诚啊 在这个小胖组的发挥啊 同时他的刘备组的发挥也是很不错的 好 我们看这一局 这一局又是一个二侯卫啊 孙德祖二侯卫的众神 这里可以 要选貂蚕的话 实际上可以了 反正那个一上来就看 看个反正脸忙了 是吧 好 我们换了一下 发现有陆逊也没选 我们选择这个红化少年法阵 是吧 好 场上又有马良啊 马良现在在这个七号位置啊 然后那个马良是历史上是在 跟着刘备去打东吴的时候啊 那个被陆逊的那个怡灵之战 那个将刘备打败了 马良就就在这一战中那个阵亡了 是吧 悲剧了 好 我们看这个主攻对我们一上来又一顿猛限制啊 这是把我们当反贼搞 那我们干脆啊 就顺水推舟 你反正是孙德祖 是吧 我们孙德祖我们跳个钟还不放心的 好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手牌那个换装备 把手牌打扫 为什么不留三张牌啊 大家说为什么 因为场上有输啊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草行直接弃两个杀锅啊 没有动我们这个也先不给他标签 不计毕竟我们这个虽然我们跳的反啊 他如果是中的话 或者是内的话 不想打我们这个刺猬反啊 这也是有可能的 好 我们看这个大乔 跳出了第一个名名身份啊 这个属于是首反必跳 是吧 我们说这是第一个首反 好 我们这个借礼点没有顺大乔 他是往下顺着铝布啊 不 顺着鲁树 这个也不知道他怎么想法 他又没杀鲁树啊 冰了鲁树一下 砍了马良一下 打得很风骚啊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好 我们看这个鲁树 希望他冰不中 哎呀 真的没中啊 我们就等着 哎果然啊 这个鲁树好似过来了 我们的刚才这个主攻盲击我们的副收益 是吧 那个就全部往回了 好 这个鲁树把木榴榴马 这个塞好 不要传传送给大乔 是吧 这是鲁树先保证自己的安全 这个为为为中 好 这时候跳出了两个名反和一个名中啊 这个马良 其实啊 在我们眼里我们也跳了反 是吧 在别人在我们眼里是两个名反一个中啊 这个在别人眼里是三个反和一个中都已经跳了 好 这个马良很机智 打了个五 让他这个黄盖跟这个鲁树都是五 是吧 黄盖这个黑顺一顺啊 这个马良又摸了两个牌 好 这个桃园下去看样子 黄盖是反贼 是吧 他顺的是 马良没有顺主攻乐 又给鲁树加血 好 这个铁锁马良又摸两个牌啊 这把他邪木发过来可以 然后这个哎呦 结果啊 没没什么用啊 这眼看就要就要挂了这个节奏 是吧 一下子这个这个主攻卷这么多牌没闪 是吧 一下子他掉两三的血无水啊 但是这个马良 掉掉掉了那个紫生衣血了 我们还是感觉很心疼的 好 这时候我们把身份给跳过来了啊 这一下子那个跟主攻配合一下 咦 这个这个仁王队呢 是主攻是抓手啊 故意被乐乐不思绪的时候抓手伤了 好 但是我们现在依然啊 没有打开突破口 毕竟这个黄盖还很健康啊 而且更可怕的是场上的鲁树也很健康 这个蓝蛮我们怕放是怕主攻死吗 实际上可以放了啊 这个马良是不怕蓝蛮的 蓝蛮一放去打住杀都会被马良收他了 肯定死不了啊 这个主攻也会变成衣血 但是如果主攻想卖的话 我们可能怕我们二号位就把主攻弄成衣血 后面的四个反带一动啊 这个主攻可能就挂了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草昂实际上是一个低 也是一个低调的忠诚 那看来离点是个反贼啊 是一个打得比较风骚的反贼 好 我们眼看这个主攻一个桃子被干了 看来我们没有放这个蓝蛮也是对的 这时候把主攻搞了衣血 他桃子被拼掉 是吧 手上还剩着牌 估计还是桃子 是吧 然后那个这样的话就只能挨两下了 好 我们看这个鲁树一个黑鲨 马朗又摸两个牌 手上五牌 看鲁树怎么交换 是交换大桥呢 还是交换黄盖啊 直接把把自己地蒙的非常虚 是吧 只剩下零牌啊 就是就剩下木楼油码里面一张牌来保他啊 然后把这个牌给那个全部换给黄盖 好 这一个杀不知道黄盖换到了桃子没有 哎 可能马朗还真有桃子啊 还是悲剧啊 这这把一上来 我们就进入一个很不利的一个境界 一个境地 哎呦 这主攻啊 也好啊 这主攻救一下也是行的 毕竟他现在是两血 是吧 所以说一个桃子来保一下这个马良 看救不救回来 我们是没桃的啊 看样子 马良要去了啊 这个马良兄就这么去了 是吧 这个历史上是反过来 历史上是法阵先去 然后再是马良去 是吧 毕竟是因为祖格亮都感叹 法阵死早了 没有阻止刘备去去打这个祖国 是吧 结果导致马良就这一战责亡了 看着一个悲剧 好 这把我们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忠臣马良责亡了 好在 这个反折突破口也出来了啊 这个鲁树只有一血了啊 然后可惜我们被勒了 哎 这个勒天过 好 漂亮 这个蓝蛮就毫不客气 要要要开出去了 是吧 好 哎 这时候把这个祖宫的桃子拉过来了 好 不管怎么说 我们开一蓝蛮 看鲁树死不死 但鲁树不留留妈里有一张牌啊 这个不一定死了 是吧 好 我看看 哎 这个黄盖还替这个鲁树给无限 好 这下蓝蛮这个祖宫就像我们想的 祖宫肯定是卖了 我们再把这个黄盖的血也压了一血啊 虽然我们人数上是烈死 但是 反折已经出现两个残血了 好 这时候草又是一杀啊 这个反折的桃子 继续那个炸一炸 哎 可惜没死啊 这样没死 我们压力就三大了 主公只有一血 四个反折联动啊 好像基本上 那个啊 大乔是拼了主公一张牌 是吧 好 你点是够不着主 但是主还好有一个神奇的八卦啊 就看这个鲁树跟这个黄盖啊 这两个人的那个这个联动能不能干死这个孙侄 好 这个想借这个刀 这个草不科技直接出了个红沙 然后 然后那个孙侄打了一个伞 手上这个剩下的一张牌啊 不知道是季昂来了这个牌 还是季昂来了一个伞 被他伞打出来 总是来说 总体来说主攻非常的危险啊 这是非常的危险 好 这个乐不思组还好 没死就好 多活一轮 是吧 好 我们看黄盖啊 这一下子能不能 哎呦 这个炸强 这个红沙 孙侄是不能散的啊 我们手上有个陶 赶快救啊 看来孙侄这两个牌 没有酒 没有酒和陶 是吧 还好 他床感没有第二张红沙 好 孙侄的八卦是那个顺利的保他一命 终于觉醒了 看主攻是八牌 还是还是补牌啊 给我们补牌也是可以的 八牌也是行的 因为我们马上要动 是吧 好 这个主攻不错啊 这个看来是激昂的牌 自己流的牌 哪有一个神奇的一个 这个无懈可击 哎呦 这时候把八卦顶了 换白银狮子 这这 哦 这样也好啊 因为我们法阵在 是吧 我们法阵和主攻的白银狮子是有配合 给他回了一滴血 然后这时候就因为主攻回了一滴血 我们还可以安安 安心的开这个篮盘 看能不能把鲁树打死 打不死的话 我们还有一酒杀 是吧 好 那个反正的桃子还能继续救 看那种你们还能救回黄盖吗 还能救回黄盖 这不错呀 好 哎呦 不客气了 鲁树拜拜了啊 我们看看 来一个酒杀 哎呦 我们决定省这一口酒 觉得反折桃子炸的差不多了 是吧 我觉得还是稳妥一点好 不过不管什么 我们那个堵成了 就对了 反折桃子确实被我们炸干了 是吧 好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反折跟内奸全部绑起来啊 就指望闪电替我们干活 哎呦 结果内奸更犀利啊 把所有人都绑起来啊 他指望这个大桥如果中闪电 历史生结算的话 他占便宜 其实历史生觉得他不占便宜啊 这个他这个绑法是不对的 他至少应该把他自己跟主攻给给解了 好 我们这个鲁脸把我们的刀给控制了 好 这样我们这个鲁脸把我们的刀给控制了 好 这样我们这个� 不怕 就有点麻烦了 这样有点砍不到 砍不到人的那个情况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鲁脸就把主攻的马给射掉了 看这个黄盖又是一次启动 好在黄盖他没有九桃 他就不能任性的那个那个鞭大自己 是吧 那个 所以好 这个孙侧来扒了一下黄盖 毕竟孙侧距离被控 他只能打到黄盖 是吧 把这个黄盖扒一扒 搞一搞啊 一个顺手枪顺过藤甲 好 吃一个桃子 看他是什么动作 好 一个火砂啊 他顺过藤甲是是正确的 他不顺藤甲的话 这个火砂自己要掉两只 必血 是吧 这样的话 那个顺了这个藤甲再火砂黄盖自己就掉一必血啊 然后那个同时 我们也要全场都要掉血 我们这个恩怨主攻亚是无所谓 主攻反正七张牌 我就不信你 七张牌都用得出去 是吧 给我们一张啊 那个问题不大 好 这个火砂下去 看黄盐倒了没 好 大小看 黄盐倒下了 剩下就就就就解就解决了 现在我们二维亚只要主攻恢复一下 也没有完全解决啊 主攻看有没有桃子 赶紧吃一下 好 哎呦 这这桃子一吃 我们立刻这个心里稳妥了啊 后面就是一个脸牙了 主攻这个觉醒瞬侧啊 回到两血啊 这个状态又非常好 是吧 然后这个内肩已经只剩一血 已经搞不出什么动作来了 是吧 我们直接一个九杀 那个看我们把曹王带飞 好 既然带飞了 大小就更更加搞不出什么动作来了 是吧 那个虽然你有琉璃 但是那个主攻有加一码 是吧 我们砍你毫无压力 哎呦 现在大小都已经直接放弃了啊 已经好 那个马上瞬侧啊 那个打老婆 是吧 一下子啊 一个九杀把这个老婆打哭了 那个取得这次游戏的胜利啊 大家可以看 这把其实赢得非常的惊险啊 当然我们祖师小一开始啊 被祖宫忙了之后 机智的跳了一反啊 看到有鲁树还赌对了 鲁树真的是反贼啊 这个搞得非常漂亮啊 但是我们后面就一直 基本上是被反贼压着打啊 但是这个祖宫顺测在觉醒之后 这个实力还是相当恐怖的 即使人数上占了烈士啊 只要反贼出现突破口 我们还是还是能把反贼搞那个那个把这个烈士给帮回来的 而且反贼只要出现突破口 一倒就是倒一片 是吧 这一下子就进入了那个我们的 刚刚从那个烈士进优势 其实就是就顺测的一个爆发啊 就全部解决了 对吧 好 好 我们再看今天的压轴录像啊 又是一个忠诚 这个祖宫选择到我们的董胖子啊 那个大师啊 还是叫太师 是吧 然后我们也来一个师 我们叫大师啊 就是董太师跟鲁大师 那两个师的配合 好 我们首先看场上的妹子啊 场上有一个貂蝉是个妹子 离的懂得还挺近啊 我们希望他是反贼 是吧 虽然他不一定是反贼 但我们希望他是反贼 好 看法阵上来炫火一下 主公杀一下八位代词 主公出杀啊 这个出杀是可以的 万一这个法阵是骗子的啊 你看果然法阵是个骗子啊 还顺了那个这个董胖一下 好 就杀了董胖一套 跳了一个反贼 好 我们看这个貂蝉 什么情况 我们希望貂蝉是个反贼 哎呀 果然是个反贼啊 待会 那我们的董太师从裤装里掏出一个那个掏出一个武器啊 就直接可以一个酒杀 教这个貂蝉做人了啊 这两个人本来就是历史上有约缘的 好 这个夏侯侯敦似乎也跳了反贼 然后寻育 哎 寻狗狗跳的是终神啊 这个 但是寻育跟鲁树稍微有点冲突啊 这个技能啊 上来说有点冲突 哎呦 可惜 这个拼啊 那个白白的耗了自己的一个桃子 是吧 他好像是用着自己的 用的是伞 寻育好像用的是伞去更加夏侯敦拼点 用了杀拼点啊 然后那个夏侯敦用了一个Q点的伞 是吧 好 我们看潮子啊 跳了一个中类 好 砍了我们一道 没有砍寻育啊 我们被乐了 是吧 那这个耗施的话 就只能分夏侯敦或者貂蝉了啊 我们干脆啊 那个为了耗施过牌 是吧 分了夏侯敦一下啊 我们跳了一个反 那个找了找牌啊 免得啊 因为在我们眼里 这这这这都出来了 这后面就只能是反了 是吧 我们不跳反的话 那个马上就要被夏侯敦死啊 这个将到后面的法阵貂蝉的联动暴打了 是吧 哎呦 这个寻育悲剧啊 手上没闪 哎呦 夏侯敦的一下子砍了那个寻育 看来寻育一滴血 是吧 寻育也没有结兵空间啊 真是悲剧 好 这时候 这已经下了太时的一个顺啊 扯了三个无懈 然后就拼了一下 哎呦 这个拼赢了 哎呀 一个绞杀寻育悲剧 寻育刚才是没闪的啊 这下子不知道他有没有九个桃啊 刚才那个寻育第一轮就就把自己的桃给耗掉了 这下子悲剧了 死了 哎呀 这简直是寻育是手上的一把烂牌 只有唯一的一个保命牌是桃 是吧 所以不建议他第一轮就直接去驱虎夏侯敦 是吧 那个 驱虎了 白白的让自己掉底血把这个桃子给用掉了 结果第一轮就没有做出任何那个杰命的那个没有杰命还没有任何发挥啊 这个寻育就悲剧的阵亡了 哎呦 主攻也很让我们失望没有从裤裆里掏出杀气啊 掏出一个武器 跟那个搞貂蚕 是吧 好 这时候法阵继续炫火貂蚕 然后继续在跳板 这样看的话 我们还是挺挺头疼的啊 这一下子进入了人数上的一个大猎 是吧 好 这时候法子那个貂蚕在继续 可以理解啊 那个打董卓 蓝曼露青的什么的都都不搞了 哎呦 这这这这不对啊 这曹子也在拆董卓 这这这这人数有问题啊 这这这样子我们头大了 这是主攻也发现不对了 是吧 不过还好啊 主攻守牌是三的 是一个最少的啊 像看来我们还是可以发动一下浩斯啊 给那个主攻那个补牌啊 希望 但是我们补的牌是没有武器的 我们当第一轮浩斯为了贝勒装身份 我们为了留保命牌 把武器给浩斯给这个夏侯敦了 是吧 同时也造成了夏侯敦 就是杀这个循玉 让循玉这个过早之亡 是吧 我们觉得当时应该不应该把这个藏武器给这个夏侯敦了 好 不管怎么说 这现在不跳也得跳了 是吧 这一下子这个我们把身份跳过来 就马上就遭到夏侯敦的一顿爆打 好 太词这么多牌了 找这个董卓拼点啊 看来果然他是用最小的点 看来自己的杀是不够不够多 哎 不过他也没什么气牌啊 这看来也问题不大 好 看看主攻有没有有没有一个武器出来啊 这个过筛被吊传无蟹了 主攻看来如果再没有武器 这些的话 我们真是无人为力了 看来 哦 得一个绞杀 直接杀这个法阵 法阵中了啊 连续恩怨主攻两次啊 主攻还有一个蓝蛮 我们好像是 哦 没有蓝蛮 忘记了 那个是蓝蛮是好像被吊传都气了两个了 是吧 气了 敌了一个 气了一个 好 看法阵 哎 法阵炫过夏娥敦指的是太词啊 看来这个我是说怎么反贼 多一个了 内奸在这里 哇靠 这法阵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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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反的时间过长了 虽然上来被主攻 其实主攻也没搞 他就是炫过主攻 主攻没让他摸怀 就对着太词出了一个杀而已啊 就这样就就记仇了这么多轮啊 不过好歹啊 不管你记不记仇 你只要跳回来了啊 我们还是感谢你的 这样的话 这个太词的脱口已经出现啊 现在危机就在于董卓啊 只剩两血了 但是董卓的手上九还是比较多的 一时半回 没那么容易搞得死啊 然后我们加上鲁大师那个防御也还是不错的 是吧 这样看来的话 那个还是有的打 只要能把太词搞死 好 这个 这个 一个地盟啊 把这个夏侯登的牌全部递给这个董卓啊 希望这个董卓能够掏出一个啊 掏出一个杀器 我们已经说了说了N次了啊 赶紧掏出一个杀器来 哎呦 他也是喝 先喝酒再拼点啊 这是明显就是诱惑主攻出大点 是吧 果然这个主攻出了一个大点 好 终于掏出一个杀器了 漂亮啊 哎呦 可惜没有酒杀 我还以为他铁锁是要那个那个铁锁连环加酒 酒雷杀呢 好 我不管怎么做啊 这个这个法阵 再跟董卓配合一次 达到这个双杀的效果 太词倒下了 在人数上 我们至少那个不亏了 法阵又很霸气了 给出一个方天三杀啊 这个给他一个给他一个赞 这样的话算是那个捞活了一下啊 我们的烈士 好 不过在血量上 我们依然还是大猎啊 这是主攻一血啊 这个法阵两血 好 然后我们董卓啊 我们鲁锁又是一个两血零派 这个曹之随时啊 这一个绞杀下来啊 他死亡的杀是明的是吧 好 这个董卓救了我们一下 我们还可以再撸一把 好 但这一把 就没有什么地盟空间了啊 只能这个 哦 好 有有有啊 没看没看见地盟空间啊 这个曹之 曹之还还还那个很傻的发动了一下洛英 是吧 这个多余的杀就跑到这个梅花杀 就跑到这个法阵 吃上去了 好 我们法阵再来一下 那个跟主攻配合一下 看样子 他拿了主攻的这个武器 持雄算骨剑啊 想调戏一下雕材 是吧 哎呦 这个讨厌非常的漂亮啊 这一下子给我们争取了时间 我们就可以多卤多卤几轮了 是吧 那个卤数每多活一轮啊 那就是新的希望啊 大的收益 好 你看 那这一卤 这回还是可是真的没有地盟空间了啊 这不是那个假的 真没地盟空间 好 我们看看我们要不要地盟一把啊 我们决定地盟 那个法阵跟这个貂蝉啊 这个一个一排啥 是吧 我们反正是要七排 哎呦 这个伤啊 这个伤啊 这个伤 这他居然掏出一个青钢剑来了 还好主攻的淘汰比较多 我们还有还有还有淘汰 是吧 好 这时候董卓九杀 夏侯顿被闪 但如果杀中的话 夏侯顿如果两次刚烈叛红 其实主攻还是很伤的 马上又一血在他挂着 好 这个法阵现在一顿痛搞 争取啊 把这个貂蝉或者夏侯顿给 哎呦 这个可惜啊 这个火攻没有民众 哎呦 不错 这个内监这时候通力合作啊 这个可能觉得啊 之前让我们悲剧了啊 那个跳了下反啊 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了 就能把木榴流马都给我们了 你们还有一张珍贵的伞啊 这张伞有有多重要啊 不用我多说 是吧 你看这个九杀 哎呦 它是一个黑黑杀 哎呦 看来啊 这个内监去了 这个内监在阵亡之前把这个木榴流马送到了我们手里 我们非常的感动啊 实际上这张木榴流马就是我们用来地盟的工具啊 这个这个人王队 我们肯定舍不得地盟出去了 是吧 就把这个木榴流马给地盟出去了 让主攻多拿一张牌 试一张 好 这个主攻 漂亮 这个九杀貂蝉 你一个伞是不够的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夏侯敦的刚烈啊 那个刚了 咦 是刚了一次还是刚了两次啊 没没注意啊 也可能刚了两次啊 然后那个主攻是掉了一滴血 还被他弃弄的牌 好像是这样 好 这个貂蝉 这王现在变成了2v2 这个2v2的下我们每多活一轮啊 都是收益 好 这个九杀将夏侯敦带飞啊 一好 这样的话 我们一下子啊 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情况 哎呦 可惜我们爽 没伞啊 没伞啊 这一个九杀将夏侯敦带飞啊 一好 这样的话 我 这样的话 看来 这个好景不长啊 为什么 这没伞的话 随时死啊 你看 这一个九杀下去啊 挂了啊 主攻能不能掏出两个桃子 掏出不了 那这样的话 董卓这个主攻 我已经输过无数次了 他单挑是非常弱的 没有什么后期的 但是好在啊 这个他的对手是曹植啊 这个草花 草植在人多的时候 结局草花很酸爽 人少单挑的时候啊 他也没啥用了啊 但是他有个麻烦的是 他可以在那翻来覆去喝酒续命啊 喝酒续命的那个过程中 这个董卓会一直 崩坏都很悲剧啊 好 看 曹植手上是没有伞啊 那个董卓现在已经崩到两上线了 但是只要不断杀 就可以让这个曹植一直翻着虚命啊 但是因为曹植一血你两上线也得崩血 是吧 好 这个董卓非常的给力啊 哎呦 这连续几轮不不断啊 不断不断杀 还连续的有黑桃当酒喝 几把酒杀下去 曹植终于扛不住了啊 他的那个再多的酒也捞不回他的命 所以我们这是剩的非常的危险 大家可以看主攻什么状态 两上线一血 这样的情况下 只要曹植缓过进来啊 这个这个董卓跟曹植再拉局下去啊 就就非常的难了 好 这这把这个这个惊险的两个狮啊 那个太狮 主攻局的大狮中啊 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 一直主攻是战斗到最后的两上线的最后的一体血终于干掉了最后一个反贼 好 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